Hello, 今天我又回到深圳 其實我打算晚一點試試過去羅湖滾配眼鏡 但現在我就回到福田這邊 來領展中心那裡吃東西 現在我們就來探魚那裡吃東西 個人來說, 領展中心城這間探魚都算闊落幾舒服 但橙色的燈就不一般 我覺得有少少刺眼 茶水方面可以自己搞定 外面有凍水熱水, 也有茶包可以給大家拿 另一方面也有小零食提供 嘗嘗這個蝦片好不好吃 挺好吃的 你看看, 還有這個蝦條 我覺得夠味 我們這次叫了這個金銀香蒜的烤魚 它那個魚是凌波魚來的 但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凌波魚也有很多骨 基本上我夾每一口肉裡面, 都有一些很長的骨 我喜歡這個有這麼大條茄子 我喜歡吃茄子 飲品方面, 除了剛才那杯巨峰冰沙之外 我自己就叫了一杯蕃茄草莓沙冰 好吃 很美味 基本上, 草莓味比蕃茄味 但是沙冰, 因為夠冰, 很上頭, 感覺很棒 那杯東西, 酸酸甜甜的, 苦解渴 另外我們叫了一個聚寶盤 它有些金菇, 有些蘿蔔絲 還有一些豆皮, 還有那些, 是不是叫鍋筍那些 也有午餐肉, 那些燈光拍到全部橙色的 另外我們還叫了這個牛蛙, 我都沒吃過 試試看 就這樣看它這個肉的感覺, 就好像那些雞球一樣 其實有OK 真的像一粒很滑的雞肉 不過它這個煮法就比較辣一點 OK, 好吃 吃到尾的時候, 它的食物全部吸收汁 變得很鹹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之前在洪山6979那條片 介紹一個俄課雜事 原來它在這個領展中心城那裡 都開了一間, 那我們不如進去看看 現在眨眼看到裡面, 都已經是大過上次洪山6979 那間超多 我想起碼有三倍 一進來第一欄, 已經看到很多朱古力 這裡有很多餅乾類, 近期多數是港人的選擇 這裏有些奶落片 有各式各類的酒 這個酒瓶很漂亮 零零射射射, 這裏有一個位全透明 就拍回裡面內側的圖案出來 有些調味品區 有這些調味品區 看到有這些玫瑰葉 都不貴的, 23個半年 這裏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應該是香腸那些 還有些番茄, 清潔用品之類 我們剛剛是在店裡買了一些蠻蠻 現在打算在這裡拆來看看有些什麼 這裡有一隻小新 是我想要的一隻 對呀, 凤感粗魂 這隻很漂亮 還有這個, 屎滴仔 我們現在開來看看 這麼有趣 它這套很可愛 它有些透明件, 蠻漂亮的 它這個是假裝鬼魂 還有一個糖果座 對呀, 還有一個地台 另外, 另一盒的屎滴仔 它全部都是玩水的主題 又是有些透明件, 蠻漂亮的 我覺得 太陽燈 有些飲品挺有趣 這手工很漂亮 是不是隱藏版來的 隱藏版 咦, 原來我們中了隱藏版 完全不在這一堆那裡 它是坐在太陽椅那裡的 但我想要其他 是 是 這個隱藏版是沙灘日光肉 之後我們去了樓上一間叫做 雀茶咖啡的店 留意發音, 是雀茶咖啡 我看他們主要的飲品類型 都是茶加咖啡 但我自己就叫了一個榴槤咖啡來試試 它喝下去 都挺好的榴槤味 而且 它應該是有些榴槤肉在裡面 它應該是那些花奶的感覺 挺香 我自己叫了五分鐵 我覺得那個口味就剛剛好 這間紫大虎壽司 我來這個唱月天坑 來了這麼多次 其實一直都留意到它的存在 但一直都沒有特別試過 剛才那餐想著吃烤鰻魚 不過就要等20張桌子 但我們還趕著要去羅湖那邊配眼鏡 所以就不等了 不如今次就試試這間 看到裡面又沒什麼人 好像很舒服 進來真的很涼爽 這裡還有這個免費的味噌湯 這個味噌湯就是剛剛送給我們的 聞到很香 嘗嘗它這個三紅捲什麼質素 OK的 挺鮮味的 又是平時配上它的青檸汁 這樣就更新鮮的感覺 接著我們就看看這塊的鵝肝手捲 先試一下這個鵝肝壽司 好吃嗎 鵝肝的味道很濃厚 而且它也挺厚的 這個是星萬的手握壽司 這一款就是海麗魚柚子胡椒手握壽司 這個不用說了 這個就是起魚刺身 這裡有櫻花蝦柚子皮壽壓壽司 也有三文魚壽司 和南禽雙鋼吞奶魚壽壓壽司 先試一下這個星萬壽司 先試一下 它是沒有我們一般吃的鰻魚那麼肥 那麼厚 我覺得瘦身一點 也沒有那些 總之我們平時吃的鰻魚那麼香 我覺得會 接著這個 海麗魚胡椒 這個魚清清底挺鮮的 加上那個胡椒不錯 那些柚子味也挺出 接著試一下這個 鰻魚刺身 這個 好味的 我覺得偏腥 沒有一種你常常覺得很鮮味的感覺 只是腥腥的和滑滑的 我就不太欣賞 本身已經滴了一些青檸汁 但也不太滴 接著試一下這個 南禽吞奶魚壽司 這個我覺得真的鮮味 夠厚 有那些吞奶魚清香的感覺 而且又不會覺得很腥 吃完東西離開卓越燕湯之後 我就坐車過來羅湖 準備配眼鏡 我要配眼鏡的地方 就在羅湖東門的洪展中心城 它就在太陽廣場的斜對面 而店鋪的位置非常之容易找到 一落電梯 左手邊就是 我自己就選了這個明鏡眼視光 因為我看到這裡 感覺上挺舒服、挺光猛 最主要是很熱 這裡很涼爽 我看到這裡裡面有很多款式 所以我就想進來看看 因為我看到這裡的環境 其實也挺大的 依我自己當時所見 它的舖面也挺寬敞 非常之多款式 而且有三個驗光室 所以驗眼應該就不需要怎麼排隊了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介紹一下給我呢 A4自拍子眼鏡 它是沒有一個波羅斯的 它可以彎到這樣 彎到這樣 超輕的 這個壓坐也沒關係 就這樣坐也行 對,就這樣坐也行 照大 這個是進口料 原價是1000多元 現在300多元就買到 300多元就可以了 我明白 看看 它真的可以彎得很厲害 我們還有一個是華為之冷的東西 這個 這個鼻子是可以聽歌的 動作是藍牙耳 它本身的鼻子就是藍牙 可以試試嗎 可以試一下 有沒有聲音 有 OK了 它的聲音是在這個位置 音質很好 沒有的 對,很立體的 那它調大小聲的 那些是在… 在旁邊也可以調的 旁邊這裏 我想問一下它充電的方面是… 充電它有專門的充電器 是 如果這個鼻子在充電 我們還會給你多個鼻子 可以自己換 即那個是普通的… 對,普通的鼻子 明白明白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在做多少錢呢 原價是3000元 現在半價是1000元 現在半價是1500元左右 嗯 所以這個可以根據你營造 待會可以去那邊試一下 可以再訂造 明白明白 在鹿湖區這裏 只得我們這間有的 嗯 而它這副華為眼鏡的訂製過程 非常之方便 它有一個屏幕先拍下了你的樣子之後 你就可以先選擇你自己心意的鏡框 然後它就會實時顯示在你的影像上面 那你當時就可以見到你自己戴了那個眼鏡是什麼樣子 而且即時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去讓你看一下那個配搭出來的效果 那我剛剛就見到這個極色牌的眼鏡 那店員聲稱呢 就只有這裏這一間才有的 那它主要的特點呢 它不會夾面 它這裡寫著呢 也不會壓著鼻子 因為我剛才試過 它是非常之輕的 而且呢 它這裏的鼻呢 是有一個三角的畫面 那它可以這樣移開的 變成它不會夾著你的面子 那它非常之輕 它不會那麼容易滑下來 那也都不會說 戒到耳朵那些 那些我自己覺得那個感覺幾舒服 拿上手幾輕 而且我剛剛呢 就看適合了這一款框 因為呢 我現在自己的眼鏡呢 如果我開車的時候 要夾個太陽鏡件上去呢 那些陽光常常在上面那裡 放下來 那這個呢 就非常之方便 就是它遲吸一吸下去就搞定 那我開車的時候呢 就方便很多了 那另外還有這一款呢 就方便夜晚開車的時候用的 那我剛剛呢 就選好了我自己喜歡的框 那現在呢 我就先去驗一驗眼 那再看看鏡片方面是怎樣的 驗眼方面 我對它們都幾有信心的 我八卦走進去看看它們的證書 那除了它們很多出名的鏡片 都拿到專利之外呢 而它的視光師呢 也都得到國家最高級別驗光師證書認證的 而它們的儀器呢 也都幾先進的 好像現在這一部TopCon的驗眼機那樣 之前傳統的驗眼機呢 是需要操作員在前面那裡 控制它前後左右去檢查你的眼 那它這一部呢 是全自動自己會去移位自己會去調節的 而在檢測視力程度那方面呢 也都感受到視光師很細心幫我 我逐少逐少去調節的去驗的 而另外這一部機呢 也都非常之先進的 它可以影低到你眼底的健康狀況 然後用AI分析呢 你在眼底那裡 究竟有沒有一些什麼眼睛的隱疾在那裡 哦 班點 哦 班點 哦 是的 有的 大家記住夜晚不要關燈走去看手機 如果不然就像我的眼睛一樣 有些黃班點在那裡了 驗完之後呢 還可以即時打印一份報告給你拿走 我們這裏呢 我們這裏呢 全國際的眼鏡品牌呢 都有最低有三折優惠的 是的 因為根據你的道數呢 你可以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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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是1180 自願之後呢 是300多元 就可以配到 比較適合你辦公用 太遠入去太淡的漸進式 明白 那我們選了框之後呢 因為我是配這個 Hoyer的漸進式鏡片 每一個框因為形狀都不同 它是要用一個特製的外框 去用這個儀器 去量度你那個鏡片的焦距 各樣的 得出這些數據 我看到它這裏會有些 的Tracking Mark 變成它的儀器 自己懂得追蹤所有東西 去計算你那個鏡片 所需要的數據 我自己除了這個 開箱鏡片之外 我另外自己也會想 配多一副國產的 就200元一套 非常之划算 由於他們看到我正在拍影片 他們就直接告訴我 原來他們的廠房就在附近 上來廠房看到他們有很多 先進的機器 也有各式各樣的鏡片存貨 如果你是配國產鏡片的話 基本上他們的廠房可以做到 30分鐘已經可以做好一副眼鏡 讓你拿走 就以眼前這一部車機為例 它是唯一一部可以即時 車出各樣古靈精怪形狀鏡片的機器 就例如現在眼前這些太陽鏡 整塊鏡片一體成形 而形狀也有少少奇形怪狀的鏡片 它都可以即時車出來 還有它這裡有小朋友的眼鏡框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都很漂亮 全都是透明粉色 很適合小朋友用 而鏡片方面可以採用 開啟的新落殼防控鏡片 而鏡框方面 也可以透過這個儀器量度面型之後 3D打印出來 轉眼後我的眼鏡也完成了 我在它買眼鏡 我共買了兩副 每副都送一張喜茶券 方便在什麼呢 這個喜茶其實在它店隔離已經有了 你看到我剛剛配眼鏡的那間眼鏡店 就是在這裡 實際上 喜茶就是在這裡 終於配完眼鏡了 原先打算配一副開眼鏡 看它開眼鏡片 連框也是三折 怎麼知道後來它推銷一下 跟我說原來 如果你國產佔進鏡的話 因為它自己有廠房在這裡 基本上是200元一套連框 我自己會覺得 都會想有一副 是我上班時比較粗用一點 因為它都看得到 我自己原本那副 是隨時在褲袋裡拔出來的 它幫我檢查過 其實那副都花了 OK 你200元配多一副 上班用的 差不多 比較漂亮的那副 我會留在外出 開車的時候用的 我覺得非常划算 而且它那裡有很多儀器 剛才也聽我說過 其實根本上是深圳最先進的 都在它那裡 所以出到來 所有東西都很精準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配眼鏡的話 我覺得這間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了 在那裡也搞了一段 非常一肚餓 吃多一點東西 就回香港了 今天的深圳配眼鏡片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分享 今晚旁邊的呼吸鈴鐺 下次有新片大家就馬上知道了 我們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